虽然我最喜欢神鬼认证的第二部,但是从客观的角度评价,第三部影片吸收了前两部的诸多优点,在杰森·伯恩系列三部曲中堪称完美,他把悬疑、斗志和动作场面设计的恰到好处。 一开场的承接就很有意思,连接的是杰森在莫斯科追车之后,身体负伤,还在躲避追捕的时刻,这样一下子就把紧张的气氛铺满了屏幕。 编剧这样处理是很聪明的,与其在开头别你搞个回忆杀,让你把上两部剧情回忆一下,不如把最有戏剧张力的东西呈现出来,把观众直接拉进情节中来。 最后,杰森当然是成功逃脱,这一点观众其实都知道,但还是情不自禁地为他松了口气。 而在上一集,各种压制对手的兰迪,这次一上来就被上司给压制了。 兰迪分析杰森的种种行为,说明他并没有想对抗组织,只是在寻找自己失去的记忆,不然也不会把沃德的犯罪证据交给自己,直接交给记者不就行了吗? 结果,长官一句话就暴露了本心,你能保证他以后不交给记者吗? 这就把中情局的态度表明了,我们根本不在乎事实真相,我们只在乎能不能保住权力和地位,所以只要杰森还在追寻真相,那么他就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。 而这时杰森已经回到了欧洲,在继续追查自己身份的时候,他发现了一个英国记者。 这个记者捕捉到杰森的案子,写了一篇报道绊脚石计划的新闻,而且他还找到一个CIA内部的线人,知道了绊脚石计划的升级版《黑蔷薇计划》。 当杰森去找记者的时候,他并不知道这人有大麻烦了,因为他的线人不仅是中情局特工,更是欧洲行动组的一线指挥官,所以才会知道《黑蔷薇计划》。 记者收到猛料,别提有多高兴了,边打电话边往报社赶,让老板给留出明天头版的位置。 在电话中他提到了《黑蔷薇》这个词,就被系统的关键词甄选兼听了。 这项技术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了,应该是比手机网络普及还早,如果有军事迷朋友知道的话,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。 记者打完电话还没到报社,由诺亚率领的中情局特别行动组,就已经以一代劳,准备好对付他了。 第三集的监控场面就很酷炫了,开始用计算机矩阵分析数据,记者的人声已经被查的都透明了, 而且对他已经实现可视化监控,城市公共摄像头可用来监视任何人。 所以,我一直呼吁控制政府权力,因为人性决定了对资源的渴望。 当权力能够让你滥用稀缺资源时,没有人能够抵挡权力的诱惑。 像5G网络人脸识别这样的技术,更有可能被政府用来打击不同的声音。 好了,回到正题上来,就在这个时候,杰森打电话约记者见面,记者一听,这不是我要找的人吗? 于是马上动身去约定的地点,而中情局正死死地盯着他。 我们上次讲第二集的特点,主要是各种各样的斗志,所以画面的动态延展不可能太高, 因为你要展现和铺垫不同的计谋,需要静态展现一些细节画面,不然的话,观众很可能看不懂。 而第三集最出彩的地方是斗志加斗勇,所以动作场面就运用的很多了。 诺亚启用了暗杀特攻,这是他一贯喜欢使用的方法。 后面在兰迪和他见面那场戏时,通过对白交代了诺亚的性格。 他是一个对生命没有敬畏的人,为了达成目标经常滥用权力杀人。 而正直的兰迪对此很不高兴。 然后,杰森到车站买了一个手机,大家注意,这时他并不知道记者被监控了。 他的周全和谨慎完全出于职业本能。 车站这场对决值得你欣赏原片,导演的手法集合了前两集的优点。 当记者来到车站的时候,我们通过镜头看到的是什么呢? 其实是杰森的视角和他的想法。 大家还记得第一集的铺垫吗? 杰森告诉玛丽该怎么走位,眼睛先看什么,然后再找什么,每一步都是有计划的。 这一技术用在了第三集,所以他很快发现有人跟踪记者,而傻乎乎的记者根本不知情。 杰森把刚买的电话扔到了他兜里,智慧与人性的顶尖碰撞开始了。 打通电话,告诉记者他被监视了,而且把几个监控点依次指出来,包括在制高点手拿摄像机的人,并说明对方的能力超级强大,正在用公共摄像头可视化追踪。 诺亚这边因为感受到碾压而很着急,无论如何都听不到记者的手机,为什么他会有一只新手机呢? 说明有顶级特工正在帮他啊。 接着杰森引导记者走位,到了公交车站,这是一招经典的暗度陈仓,指挥记者去靠近一个帽兜男,让诺亚认定这个人就是爆料人。 这个时候诺亚还不知道对手是谁呢,所以赶紧分散人手,先把帽兜男拿下,于是记者趁乱就溜掉了。 第三集和第二集的本质区别在哪呢? 第二集的杰森是先做好计划,然后画面呈现出执行的步骤,但是第三集的压迫感非常强烈,对手没有给他时间制定计划,都是随机应变,见招拆招的场面。 观众是知道这一点的,所以就更紧张,加上这种晃动镜头的沉浸式体验,你会感觉整个节奏快了很多,就造成第三集是从头紧张到尾。 杰森趁着他们围捕帽兜男,首先解决了制高点的特攻,这就是他随机应变的计划之一。 这种一击必杀的动作戏很上头,观众就算啥也没看清,也会很爽。 如果你看过李小龙的龙争虎斗,大概就会理解这个原理。 诺亚从慌乱中镇定下来,重新部署了一下人手和监控,因为两个人已经进入车站,到了摄像头监控范围了,杀手特工也赶到了现场。 这个时候让记者和杰森碰了面,镜头也不晃了,必须让观众缓一下,两个人对话也是海量信息。 杰森第一次听说了黑蔷薇计划,还有绊脚石计划的源头,然后特工们就来了,两个人赶紧分头行动。 杰森继续冷静地指导记者走位,分毫之间,杂而不乱,镜头剪辑非常经典,两个人的行动轨迹非常清晰,强烈推荐大家欣赏这部电影。 由于记者毕竟只是普通人,遇到紧急情况很快就慌了,他以为对面的清洁工是特工,结果不听杰森的话,撒腿就往外跑,随即就被诺亚的团队发现了。 这又是需要随机应对的场面,杰森赶紧上去解决了几个尾巴,诺亚这时才知道之前太大意了。 以前我说过,情节停顿了就需要动作戏,其实动作戏不仅可以提升紧张感,同时也可以缓解情节的紧张度。 这一段动作戏就起到了这个作用,他把观众积累的紧张感释放了,可见这一集营造气氛的功夫很高。 随着动作戏完结,镜头也不晃了,诺亚的疑问得到了答案,原来他要对付的人是杰森·伯恩。 但是诺亚可能只知道动用杀手,他分析问题的能力比兰迪差远了,所以他认为杰森就是爆料人。 所以我们平时看到身居高位的人,觉得他们肯定很聪明。 其实有些人的强势来源于权力,有很多资源和人数上的优势,他们在许多事情上的判断力,有时候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员工。 尤其是这出戏里的这些老板们,他们遇到了一个失忆的杰森,一个处处都不按规则出牌的人,导致顶层的判断和指令经常出错,所以很狼狈,这才让杰森有机可乘。 诺亚开始心烦了,所以准备动用杀手,这个狙击的地方选得非常隐秘。 两个人在这个小房子里,要通过这个车站的广场大厅,编剧设计的场景就是,你能走过去就活,走不过去就死。 杰森和记者的对话也嘲讽了新闻界,你们这些人就知道编故事,没见过我就给我写了个专栏。 现在的主流媒体早已不是无冕之王,他们心中只有政治正确和流量。 杰森说让他先走,为记者去踩点,这里也交代了一下杀手特工,最后一刻才知道自己的目标。 给观众脑补了一下特务工作流程。 记者毕竟没有特工的心理素质,一个人在密闭空间就绷不住了。 随着他往外冲,挂掉的结局就定了。 和第二集开场的女主是一样的,这样死,观众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。 杰森赶紧拿了记者的所有物品,但是追狙击手还是晚了一步。 对手一样是经验丰富的特工,能够全身而退也很正常。 诺亚对这次失败既恼火又害怕,他非常清楚杰森的实力,赶紧打电话让上面派兰迪过来。 兰迪虽然对诺亚是很不喜欢的,但对待工作还是一如既往的干练。 接着镜头干净利落地展示了杰森,通过记者的笔记找到了爆料人。 而这边爆料人一看记者遇害的消息,一秒都没耽搁的就跑了。 新的三条序视线就此展开,这个时候电影才过了30分钟,叙事节奏的紧张赶崩的死死的。 兰迪一来就判断出杰森不是爆料人,他的分析请大家欣赏原片。 反正通过环环相扣的推理,兰迪很快就锁定了中情局的欧洲高管,再看看谁现在关机跑路了,爆料人肯定就是他了,于是赶紧派人去丹尼斯的办公室。 结果刚好遇见快人半步的杰森,又是斗智加斗勇的爆裂场面。 杰森轻松地解决了这个小组,诺亚和兰迪只能通过先进的系统,眼看着自己的队员被干掉。 然后,前台小姐姐又出场了,再一次倒霉地被杰森劫持,这一次他很主动地帮助杰森。 在电话中用暗语欺骗了诺亚,杰森也知道了对面有老朋友兰迪,让他看到了前方的曙光。 杰森在撤退时打电话报警,设了个小圈套,轻松困住了增援队,而诺亚这边关于杰森的线就断了。 但是,爆料人丹尼斯的行踪被拿捏了,因为他正在摩洛哥的丹吉尔取钱。 男人失败就两件事,钱和女人,诺亚以汇款延迟为由拖住了他。 再一次派出杀手去解决问题,兰迪认为不妥,却得不到上级支持。 杰森已经获得了前台小姐姐的信任,通过内部服务器看到了信息,然后他们俩也跟了过去。 尼奇、冒险启用了自己的内部账号,用来扰乱了一下杀手小德的路线,为杰森争取时间找到爆料人丹尼斯。 尼奇的冒险很快就暴露了,诺亚发现特工路线偏差,知道尼奇和杰森也在那里,就把这两人也列入了暗杀对象。 接下来的动作场面应该怎样评价呢? 可以说是近20年来影史上的最佳之一。 拥挤杂乱的摩洛哥城市,配上样貌很接地气的杀手阿德,然后还用了很接地气的汽车炸弹手法。 这个杀手特工非常聪明,他发现杰森跟踪,肯定要救丹尼斯的,于是他将计就计。 而杰森果然中招了,炸弹不在包里,而在摩托车上。 不但爆料人挂了,杰森也晕了20秒,这可是生与死的20秒啊,阿德自信满满地去找尼奇了。 杰森只能抢了辆摩托车追赶,自然而然上演了导演最爱的飙车戏,上一集他居然用飙车戏做高手对决。 由此可见,他是多么喜欢追车。 尼奇发现,事情不对,展现出职业特工应有的素质,一边走一边给杰森有信号。 这些散落的手机零件告诉我们,不要以为尼奇跟玛丽一样无脑,她能够成为绊脚石计划的后勤调度,那是凭着自身过硬的业务素质,绝对不是靠跟上司睡觉获得的,不像一些走上巅峰的女政客。 观众现在紧张地点在杰森身上,拯救记者和爆料人都没成功。 这回轮到拯救前台小姐姐尼奇,大家都为她捏着一把汗呢。 本片是2007年上映的,那时跑酷已经广泛应用到电影当中,杰森在摩洛哥的上空飞来飞去,都是各种实用且酷炫的跑酷动作,把浮夸耍帅的动作去掉了,这一段请大家自行欣赏原片。 这时,尼奇成功进入了一家没锁门的房间,杀手阿德暂时找不到目标。 后面追杰森的警察也感叹既不如人,这里的舒缓是让观众平复一下情绪。 然后尼奇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空中,杀手发现后也追了上去,跑到别人家还要搞笑一下的桥段。 杰森就这么穿家乐户的,本集最帅的镜头不经意间登场。 没有这样的及时出现,怎能体现主角光环。 第三集的动作戏比前面进化的更多了,成为后来很多电影都要借鉴的典范。 简单来说和之前相比,这里的打斗有重点,动作的逻辑性也更强。 比如尼奇过去帮忙,然后被杀手打。 前两集的动作戏,动作是全的,但是拍摄的是局部,剩下的靠脑补。 而这一集连动作都不全,只取重点。 我们知道,阿德要打尼奇,因为他启动左肘打到尼奇,尼奇被打之后头部向后仰,然后快速回来又抓住阿德。 阿德用右肘再次击打尼奇,尼奇被击退了好几步,阿德顺势出脚踢到他胸口。 这一连串的动作如果要完整展现,最起码要六七个镜头,结果剪辑把中间过程全部咔掉了,只剩下阿德的两个肘肌加一个侧踢,两秒都不到尼奇就被打晕了。 第一集在大使馆的场面就需要脑补了,现在需要脑补的动作就更多了。 其实,这种方式并不是他原创,香港的动作片一直都在用,但这个系列的设计更加剪辑好看。 就像黄飞红的佛山无影角,如果只踢一脚,肯定不够刺激。 而这里尼奇延续被打了三次,观众的血液和同情心就沸腾了。 除了减少镜头以外,这一集拍得更有逻辑性,比如你把我手给制住了,然后一个全景耍个帅,表示我很有能力,同时也很生气。 我要开始抄家伙揍你了,接着就进入到武器格斗。 镜头跟着武器的落点走,更有力道。 后来,叠中叠六里面的洗手间场面,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拍的,基努里维斯的捍卫任务也借鉴了很多。 然后剃刀对毛巾,镜头也是用晃的,但是重点细节让你看得很清楚,你只要看清楚一样东西就行了,很接近真人格斗时候的感觉。 导演其实是在用视觉模仿触觉,最后伯恩干掉了特工阿德,镜头干净利落地展示了尼奇,一般的电影肯定婆婆妈妈,儿女情长,但这里一个人物钟景就搞定了。 然后,杰森让尼奇发短信给总部,用特工的手机说他俩已经死了。 诺亚他们当然要证实消息的真伪,就利用这个时间差的空档,这俩人就已经逃跑消失了。 然后,编剧很坏,设计了一个场景,尼奇也像玛丽那样剪头发和洗头发,让观众有点小小的期待,尼奇会不会就给玛丽补缺了。 但这次杰森吸取教训,不会再用情了,最后把尼奇送上了远去的大巴车。 然后就是前两集一直在用的梗,杰森用了伯恩这个身份的护照,这很明显是在给兰迪发信号,我来了,准备好接应我吧,在这里和第二集的结尾就接上了。 杰森在特勤局总部对面看着兰迪,观众这时才看懂了这个结尾,两人的聊天在这里变成了暗语沟通,兰迪已经和杰森非常有默契。 记中记的情节成为影史上的经典,杰森巧妙设计了一个双吊虎离山记,故意说要约兰迪出来见面给情报,又使诺亚带人跟踪兰迪。 在故意打给诺亚录下她说话的声音,语音识别打开了办公室的保险箱,拿走了黑蔷威计划的关键资料。 诺亚崩溃了,着急上火地往回赶,结果还是受骗了,杰森真的要见兰迪。 利用时间差,把资料交给了她,至此整个计重计完美地实施了。 兰迪明白了黑蔷威计划的核心,其中包括暗杀美国公民,这已经完全背离了特勤局的职能,也严重违反了法律和美国宪法。 这要是捅到媒体那里可就完了,而兰迪最后决定这样做。 影片中的暗线也向观众交代了,上面有更大的势力在包庇诺亚。 另一条暗线就是兰迪告诉杰森,他成为特工杰森·伯恩的实验基地在附近。 杰森当然选择回到源头,见到了绊脚石计划的技术负责人,得知自己是自愿参加这个计划的。 原著是一本揭露政府的畅销小说,影射了美军特种部队滥用药物的问题。 影片同时也抛出了一些更大的谜团,有多少超级特工使用了药物,用药物增强能力有没有副作用, 这些问题将留到第四集去探讨。 但是对于杰森来说,他明白了一个道理,失去记忆并不可怕,要成为好人并不仅仅依靠记忆, 还取决于自己能否把持人性的光辉。 这一顿舞在接下来的剧情中变得明朗,杰森在和狙击手的最后对决中,选择了放下手中的枪。 他不仅保留了自己的人性,还影响了狙击手的观念,让他最后对杰森手下留情。 最后,诺亚以及上面的保护伞都被曝光,杰森博恩的故事其实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神鬼认证系列电影的《横空出世》让所有的人都眼前一亮, 当时的谍战片拍的都有些平庸了,观众看007看到都有些腻了。 所以这个系列的拍摄手法就红了,后来的十年,大家纷纷效仿,比如美队和东宾的打斗场面,你仔细观察,用的都是这种拍法。 后来的《急速追杀》系列就开始提炼,手持镜头减少,全景拍摄增加,虽然也会用书啊用笔啊,但我就不再追求速度了。 让你每一个动作都能看得清楚,这就有点反扑归珍的意思了,好像又回到香港动作片开始的时候。 所以说,原创和抄袭是很难界定的,影像风格最终还是要为剧情服务。 神鬼认证第三集就聊到这里吧,我是动影小爱,最近有点其他事情,所以更新速度几乎变成零了, 下次接着和大家聊第四集,看看没有杰森博恩的故事会怎么发展。 我真的不记得任何东西。